大家好 不少花友给自己的长寿花喷湿叶面肥 都觉得它这个叶片吸收率不高 起不到很大的效果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点小技巧 来改变长寿花对叶面肥的吸收 比如说在长寿花的花期 我们一般都会给它喷湿零售二金甲吹花 但是我们使用之后效果不明显 原因就是我们给它喷湿叶面肥之后 这个水分很快的就流走了 所以达不到一个效率 有些花友可能会加大零售二金甲的浓度 这样的话不单没效果 反而会造成叶叶出现肥害 原因就是我们给它喷湿叶面肥之后 它的水分很快就形成小水珠 以后滑溜溜的流走 或者是慢慢的变干 这个小水珠里面的肥分就会囤积在一个地方 然后造成肥害 那么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兑好1000毫升的零售二金甲的肥水之后 再兑上一克的洗衣粉 因为洗衣粉它有一点点粘性 我们给它喷湿叶面肥之后 它就会吸附在叶片的表面 慢慢给它吸收 但是使用这个方法 大家要注意 我们使用这个水壶物化一定要够好 不要给它形成小水珠 而且我们喷湿叶面肥最好是晚上进行 因为晚上它吸收肥分的效果会更快 那么到了第二天 我们要把这个叶片冲洗干净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吸收叶面肥最大化 而且这种方法又不会产生肥害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